我問一下吳坤裕 你們以前也喝過咖啡嘛 喝咖啡就可以政治整合嗎 還沒有那麼容易 我跟你講喝咖啡 這個形勢上面大家都想要喝喝喝 但是喝完以後 常常後果會很嚴重 喝完咖啡會怎樣 會出人命還生小孩 我這樣子講 2005年 就是06年那場選舉 05還是06年 市場選舉那一次 選前一個禮拜 就有人秘密安排 這個馬英九到老宋的8樓 那個辦公室 喝咖啡 就是安排了一場會面 約會 一場會面 大家都講好那是秘密會議 那應該因為老宋不太喝咖啡 然後他喝茶 然後結果呢 一般來說應該也是這樣 連我都不知道這個訊息 然後結果第二天 一周刊就貼出一張照片 在對面福華飯店拍的 用掉鏡頭拍的 拍到那個馬英九走進 老宋那個8樓的那個背影 然後馬上 一周刊用大砲這樣子拍馬英九 拍到馬英九進去那個辦公室的背影 然後第二天就說 你看那個老宋已經被摸頭了 被馬英九摸頭了 所有的消息全部都灑出去 然後最後一個禮拜 我們出去跑市場 那個市場的那個阿伯 就跟我們講 阿沒效啦 那你老闆都給馬英九摸頭摸起來 然後就很崩了嘛 就很崩了 所以政治真的很像武俠小說 悉心大法 就是說馬那時候政治能量比較強 所以呢 宋跟馬喝咖啡 宋就受傷 宋就受重傷 而且我再問你一件 這件事情機密道 機密道說 機密道一周刊立刻可以跟 蒞 連我都不知道 但是一周刊就知道 還馬上能夠跟得到 所以你就不在權力核心 對我就說 一周刊才在權力核心 我不但是窮人 而且我是邊垂 然後所以 而且一周刊一根完立刻曝光 对 马上就曝光出来 这个中间有太多 只要这些人一进去会面 然后就是常常有那个 政治圈的笑话嘛 就是说某个人要害另外一个人 怎么害 就跟他两个人到厕所去 在里面磨磨磨磨 随便闲话家长 你女儿怎么样啊 你最近有没有赚钱啊 然后这样子 弄个完五分钟十分钟出来 他说你们在聊什么 没有聊什么 所有人更不信 对不对 更不相信 然后这个 你没有聊什么 还可以聊五分钟 那个是很恐怖的 这种事情就是说 在这种敏感的时候 你去喝咖啡 其实是早死 那我问你 如果真的柯文哲跟郭台铭 跟侯友宜三个喝咖啡 那谁会第一个受伤 应该是柯文哲 因为两个人 两个人都有 一个有钱嘛 一个有组织嘛 那我两个人就吃你嘛 对不对 就是最虚的那个人 就会被 被吃嘛 对 就会被吃嘛 那所以 所以柯文哲不去喝咖啡是对的 不会去的 不要接电话 咖啡也不要乱喝 柯文哲最聪明的 就送一台高峰安的咖啡机给他们 而且这都是证物 请大家小心使用 就已经被收压了吧 对 然后所以这个柯文哲应该不会去喝这个咖啡 侯友宜现在这个状况 他怎么去跟郭董喝咖啡 对 那我觉得他去跟郭董喝咖啡那气氛很尴尬嘛 就住院去 对 他又不能够公开 公开了以后大家讲话又很酸 然后那个就会越喝越尴尬 喝得快翻脸 那个我们念国关的时候 那个以前有一个 有一本书在讲亚尔达密约 那个书的封面很很有趣 它就一个很漂亮的烟灰缸 上面放了一支纸烟 放了一个雪茄 再放了一个烟斗 他就用这三个东西来形容 这个抽紫烟的叫做罗斯福 这个抽雪茄的很爆裂 那个叫做丘吉尔 老谋深算的抽烟斗 那个叫史达里 这三个就用这个来分析三个人的性格 我跟你讲 这三个人如果真的会灭 那就很好玩了 他们一进门 可能郭董已经在桌上堆了一堆 对 跟那个银行挤堆的时候 堆了一个一样 堆一座钞票山在那边 然后进去了 那侯爷就把那个枪往桌上一放 要谈什么大家要谈 讲完要有信用啊 对不对 那柯文德只好搬一台夜客膜 对对对 大家如果出什么事的话 大家就 我还可以救救大家 因为大家不是一起死吗 死了需要夜客膜 维持心配功能 所以我跟你讲 那个场面会很难看 但是郭董现在是 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那他昨天这个办法 你觉得是不是好办法 一边说要喝咖啡 一边把张龙胃拉出来 昨天那个场子 从我知道说 有八十桌 是八十桌吗 对八十桌 八十桌 这种状况下面 那就是调阿咖大会 那个就是准备要 那就是动员大会 那就是准备要下去做连署了 你讲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我算一个简单数学 八十桌的调阿咖 每个人如果完成执行任列 一万份连署书 八十万呢 我其实讲一个很简单 郭台铭管过业务部 业务部都这样分业绩的 现在不要大家每天讨论群创业务 怎么做业绩 一般的业绩是 今年年度总业绩是多少 然后每个售价是分多少 他现在八十个 如果平均每个一万就八十万 他那个昨天去了那一些 可能很多是云林相亲 那就不容易生出来一万 一个人生不出来一万 对就还蛮难 但是他们有亲朋好友 可以还有其他县市的调阿咖或什么的 是靠他们的影响力去扩散 这是组织的运作方式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宣示 那宣示了以后把话再传出去 然后再开始动作 这个很明显 他就是要做连署了 那他一方面就是一手打一手谈 我东西全部都准备好 我就是下手 我就是要做 来大家来谈吧 我还是不希望跟大家开战 然后大家就来一起坐下来聊聊 能够合就合 不能合 如果我真的连署出来 你被歼灭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这样子连个后路都没有 可是别的人也不是笨蛋 别的人 那其他两个人 是不是他就回过头来 一起去夹杀郭董 未来的这两个月 大概就是这个局面 这两%的人 已经没有什么在跟什么和 跟郭董和平相处 还要再把他收回来这种事情 郭董只要连署下去 这两方面一定第一优先 把他戒灭掉 好 可是我问你 我的观察是 由于郭台铭有类似这样的造势活动 使得郭台铭的新闻不会被完全边缘化 对 那就变成大家的政治能量消耗战 看大家 这个怎么被边缘化 以及支持度跟政治能量 怎么样做一个化学变化 那这个事情一定会 会在未来两个月中间 郭董是我可以 我有着力点 在行销上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我还有 我对郭董只要被他说服了 我马上就可以去连署 我有个着力点 其他人还要再等到一月 那个可能就已经 兴趣就没有了 完全违反那个什么 八秒钟冲动原理 对不对 然后他就做不到冲动购买 那所以这些就造成了很多个效应 那其他人只能拼命做新闻 拼命做新闻 可是你看到这几个月以来的状况 哪有那么多新闻可以做 对 做一做做一做 最后就会做到楼歪掉 然后就会自己摔死 那所以现在就接下来我们就要 就我说实话 我也想不出来 那个侯友宜跟柯文哲 要怎么去弄郭台铭 对 就我认为郭台铭的连署实际上 很有可能受伤幅度比较大的 搞不好是柯文哲 我这样讲 因为你现在观察侯友宜已经止血了 然后减少犯错了 那这个可能是他的底部 很多股票打底可能打一辈子 就躺平在那里 可是呢 他至少也打底了 没有死 意思就是跟你说 你也没给他打死 对对对 那反而是柯文哲两边兼壁清 也搞不好还要再被压缩 这非常有可能 而且你就昨天那个21波来讲 大家看到的数字就是这样嘛 柯文哲的这几天民调 为什么在前一波里面 还跟侯友宜齐平 对 然后这一波里面就掉2% 对 你看到那个最旁边那个黄色的红字的那两个 他的年轻票整个都掉下来了嘛 坑哲的20到29岁年轻票减少4.6% 30到39岁减少7% 对 然后可是你看他 那个减少20到29岁减少都4.2%跑去哪里 他旁边那个人叫做侯友宜 侯友宜增加了4.1% 所以他20到29岁的这个转移是他可以转移到侯友宜的哦 那侯友宜有抓到 可是那个侯友宜就抓不到30到39岁 30到39岁的这一波这7% 转移去哪边转去赖清德 对 然后赖清德增加这12% 这12%这个数字我很怀疑啦 那可能因为他的时间过短 然后调查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所以照常他的数字变得非常大 但是很明显的30到39岁就叫太阳花时代 太阳花时代现在正在大幅往赖清德这边转移 也就是说柯文哲在20到29岁跟30到39岁 这两个阶段里面他全部都掉下来了 那这是他的本盘耶 那他本盘也开始削弱的时候 他最强的部分开始削弱的时候 那他老的那个部分 那几乎都不动 那所以侯友宜我只要稳住了盘 我只要不死 不死就能赢 对 好然后这个柯文哲呢 他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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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他每一次这个摔死的时候 都是他自己自杀而非他杀 对不对 然后所以造成这种结果 然后他现在接下来就再被两边 就是三个人其实是互相夹杀的 那是八角龙 那无规则格斗 就是我两个 我看起来就是我柯文哲跟国民党 都要夹杀郭台铭 但是郭台铭跟侯友宜看 狮子挑软的吃 我也去夹杀柯文哲 然后赖清德也在吃柯文哲 赖清德等于在吃太阳花 三十岁世代的柯粉 对赖清德不用夹杀他们 赖清德在外面收 在那边开赌收成就可以了 叫其他人把那个空篮子准备 多收一点柯粉 然后你说侯友宜呢 侯友宜现在是因为 要死不活躺在那边 所以没有人理他 可是等他稍微上来的时候 你看那两个人要不要夹杀他 一样会嘛 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月 就是八角龙里面三个人 无规则格斗 大概就是这个局面